謝謝主席 有請洪部長 部長早 我想您本身個人的經驗值 一直是我們藝文界 覺得很期待很高的一位部長人選 那您今天的報告裡頭 基本上也是架構在 前一任龍部長的四話裡頭的願景 然後再期待它把它深化下來 尤其一開始您就針對全球化 這個衝擊 針對這個全球產業的發展 以及現在我們覺得是一個 勞動力缺口的一個衝擊下 去思維我們整個文化部的一個重點方向 講到這我就是必須要跟部長 交換更深入的部分 我覺得文化部並不是沒有願景 文化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文化是非常關係到非常多的內容物 如何把這個人事物等等 能夠深入的把它推動 那這樣的一個推動的工具 是很重要的 我想就針對你說 你曾經跟媒體講過 台灣市場太小要走出去 走出去是產業必然的趨勢 這是您說的話對不對 那您要如何協助我們這些文化團隊走出去 如何把這個軟實力出口 我想很重要的是我們一個就是我們在國內 我們自己要把它做一個聚合的這方面的努力 那麼事實上就是說我們如果說淡打獨鬥 那麼各自來來的話 那麼可以說是 那有沒有比較具體的一個做法跟作為 今天的報告都是比較屬於一個大象 一個文化部要做的一個方針 我想請問一下您認為市場在哪裡 哪些會是文化部的重點市場 我想我們重點市場大概在一個大概是 應該是辦的我們華人市場 那華人市場大陸市場固然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 可是呢 在對我們來說 在這個當中的這個保障 那麼是太少 所以我們不能夠光把我們找演在大陸市場 那麼比如說在這個東南亞的大的華人市場 就以我們的圖書來講 圖書來講我們整個大的市場 這也還是叫華人市場 那所以除了華人市場之外呢 另外一道是歐美的市場 那麼是我們一個考量的方向 好 部長您剛剛講 我們的這個勞力結構 我們中高齡的這個勞力 相較於其他國家是很低的 尤其是我們高階人才 被挖角的現象很多 但是我們所填充的是 比較低階的補充性的勞力 所以您覺得這個創意人才要協助 但是我們就來看文創產業 我們去年在您的2013年的這個發展年報裡面 我們就會看到 部長你可以看這個螢幕上 我們的這個總營業額 佔我們的GDP的比例 年營業額這兩項都是下滑的 可是我們的文創產業加速是增加的 就像您剛剛說這是微型化 微型化 可是針對這樣子 從業的人口越來越多 可是我們創造的效益卻越來越低 那這樣青年創業 基本上現在文創是各大專院校非常鼓勵的 可以說是青年的首選 那您對這樣的一個危機 您會要怎麼做呢 因為他還沒有 這些年輕人才剛要投入 其實前景都已經蠻黯淡的 有一些危機您怎麼看 這兩個數字 事實上這個從數字上來講 我們是整個來講 好像我們在這個統計上面 我們在2013年的 部長就針對這個問題 加入文創的這樣的一個年輕人 家屬越來越多 而我們所創造的年營業額是下滑的 這件事情文化部將要怎麼做 因為你今天你的第七頁都有講 你文化部要提供創造良好的環境 能夠加強與什麼什麼界的互動 然後你要提供一站式的服務 然後跨部會的夥伴關係 那在這幾個這個關係裡頭 你要怎麼做 你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 好 我就用那個 我們現在正在規劃的那個空總的 來做一個例子來說明 我們現在在空總的這個規劃上面 毛院長也指示了 那麼留給把這個空間 不做其他的 不再做開發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準備做一個 跨域的一個結合跟整合 那麼在這個時候 就是讓年輕人 第一個在這個方面 他能夠在這裡 那麼有一個非常大的空間跟機會 那麼去做這方面的合作 那這樣合作 那就是我們要來做 這是提供機會 部長 這是提供機會 我覺得提供機會很好 但是我們不能讓這些孩子 只是在這個try and error 然後讓他自然淘汰 因為願意加入的這些人 就是我們的資源 我們如何有效的讓他能夠走出去 甚至在台灣站起來 然後還有能力可以走出去 這件事情 部長我覺得就是要深入 您知道嗎 我們以前 你看看我們的傳統產業 我們的傳統產業 因為當初台灣的環境 大環境很差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辦法去改善 我們這個問題的結構 而我們採用西境 當這個吸引我們的這個條件 喪失之後 我們還要再往更前的西境 要不然就是要歸於返鄉 那這樣的一個經驗 難道我們現在 文創產業的困境 我們要重複這樣 拷貝這樣的一個模式嗎 所以我關心的是這個 如果說今天 我們的文創的加速 不斷的增加 微型的這個產業的一個現象 是一個必然的 那麼他的資本額不高 他創意很高 然後他有很高的風險 可是卻有可能回收很高的產值 那麼你要他走出去 我們怎麼協助他走出去 而能夠避免當初只是因為有利因 我就去哪裡 我們缺乏整體 所以我這裡提醒部長 所以您應該要去想辦法在台灣 去重新建立新的一種產業鏈的模式 不管您剛講的是集體式的 個人式的 單兵作戰式的 這些都只是一個方法 問題這些方法是要能夠有一個前景 願景跟很明確的目標 讓他們可以得到你的協助 這件事情是我認為我要強調的 文創產業走出去開拓市場 是對的 但是它是一個動機 是一個前景 但是它不是解方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常講說台灣的消費規模 市場太小 所以我們要走出去 那只是走出去的其中一個原因 可是它卻不能是因為這樣才能夠是 唯一提升我們產值的一個 一個唯一的解方 所以我不希望這樣的問題過度簡化 而且我很期待 今天的第一場報告之後回去 可以把它具體化 告訴我們的國人 告訴我們的學校 告訴這些年輕人 我們政府的平台將會怎麼怎麼做 然後我們去評估我們到底要怎麼走出去 或者在台灣給了我機會 我如何把這個機會變成是非常有爆發性的力量 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我覺得像剛剛的你的報告裡頭 你有講說加強跨部會的合作關係 其實我們講過 我本席在這個地方講過好幾次 我們講到文創 這個分散有不同部會管理 建議要做一個專責小組的整合 你看到現在都還沒有 可是今天你的報告 它也是你的重點 可是這一年來沒做 另外一個文創就是見價的一個模式 可是這個見價模式呢 我們也沒做 反而是金服公司在做 另外呢 我們最近財政部公佈了 69處低度利用或閒置的公用設施 媒合文創 當然我知道文化部在這裡有做很大的著力 可是問題成就的 這個不是在我們手上解決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危機 部長您上來以後 我很希望我們帶來更多很務實的 具體的構想跟規劃可以嗎 這個模型是對的 我們現在是有兩個 就是有跨部會協調的 那一個就是張副院長在主持的 我們跟工業局經濟部的一個合作 那麼當中也包括那麼工種 空種的圓序 包括 部長 那個是一些比較具體 我覺得您這個模式 的確這幾個是癥結 可是這個癥結拉出來以後 要有一個作為 好嗎 好的 我們把我們具體作為 做一個書印報告 送給您來指示 送給我們的國人好不好 好 謝謝